第38題,這是體育組,新聞 在大陸溫州,一位大媽看到路邊欄杆上綁了數個宣傳廣告的氣球 于是她想取下一個氣球給孩子玩耍 她用打火機去燒斷綁繩 沒想到氣球卻突然發生爆炸,導致她嚴重燒傷 請回答38到40題 38題是問 從以上的報導推測,路邊欄杆上氣球內所填充的氣體可能為下列何種氣體 在我們的報導裡面說,她發生了爆炸 所以表示這裡面的氣體是具有可燃性的 那我們知道,氦氣是不可燃的,氮氣是不可燃的 所以呢,A跟C都是不對的 而氧是有助燃性,而不是有可燃性 所以B也是不對的 所以有可燃性的,應該只有氫氣 所以呢,第38題問我們說 路邊欄杆上的氣體所填充的氣體可能為下列何種 我們呢,答案呢,選的是租氫氣 因為呢,氫氣是可燃的